太武帝这一回 兵发难朝 窝了一肚子火回来 出去时候这仗打得挺顺利 回来这一道全是别扭事 过长江吧 粮食跟不上 回来路过虚雨 想再捞点便宜 被人家虚雨守将脏制 一通羞辱 要酒人家给尿 要工程 没进去 拿信想侮辱人家吧 没想到人家的信回的 比他写的还快呢 在里边极尽挖苦之能事 拓跋涛实在没辙了 只能回到国中 好在不算打败仗 只是是趁幸而出 败幸而回 好容易回来了吧 亲信太监宗爱告诉他 太子又要造反 拓跋涛心想 这家里外边一块乱呢 摁了葫芦又起瓢 这正审问着跟太子一块 聚众闹事的这些大臣 还没等问明白 刚感觉里边有文章的时候 突然有人报 太子死了 史书记载 说这太子拓跋晃 以忧足 因为忧愁而死去 其实啊 这忧愁是怎么回事 就他这老爹到晚年 杀人如麻 而且这残暴劲一上来 六亲不认 真是给吓死了 拓跋晃 二十四岁 没等继位 死在爹前面的 拓跋晃 他们一死 太武帝拓跋涛 好难过呀 什么事他都有个冷静 拓跋涛一冷静下来一想 我这儿子好啊 不像造反的呀 他要造反 他能够吓死吗 他哪来的忧愁啊 问了半天 也没问出哪有罪呀 现在 这案子就在这儿搁着了 太武帝没想起自己儿子在世时的种种优点 是老泪纵横 他这儿越哭越想儿子 旁边那亲信太监宗爱 就越紧张 宗爱天天伺候他 在他身边 留神观察着 这皇帝怎么又哭了 想儿子了 宗爱心想 这谣言是我造的 他们说要给我多少多少钱 先把这皇太子除了 那么太子这事儿 皇帝真往心里去啊 这哪天要是问着案子 问明白了 根儿在我这儿 我怎么办呢 这皇帝宠爱我 嗨 这皇帝脾气哪有准啊 他这性情暴躁 崔昊怎么样 一说杀 连杀四家 四足尽灭 我一太监算什么呀 别等着他杀我 宗昊 赶忙跟外边人取得联系 太监能跟外边人有联系吗 你看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有权有势的 这都串通好了呀 联系好了时间 外边就派了武士了 趁着夜色 潜入永安宫啊 这位不可一世 武功盖世的北魏太武帝拓跋头 就死在坚定小人的刀下 十年四十五岁 这岁数多好啊 中壮年 大有作为 早早的死了 对于这位武功赫赫的北魏太武帝来说 史书上这样写道 说地性轻率 简素 不耗真理 实不二位 本性还是简朴的 并不耗什么讲究 足吃足喝足祸祸祸 多么耗酒 贪色 没有 临城对阵 侵犯史实 左右死伤相继 神色自若 真打仗了之后 他冲在最前边 面对枪林剑雨 人家一点不害怕 左右当兵的一批批的死 他神色自若 由是将士未服务 闲尽死力 所以大伙跟他打仗都拼命啊 群臣 请增俊京城 以及修善公事 帝约 古人有言 在德 而不在险啊 要大臣说 咱们这都城 太破旧了 装修装修吧 您这皇宫也得装一装啊 太古帝告他们说 古人说过 为君者 在德 而不在险 贺连伯伯 征土 筑城 称之为统案 而朕灭之啊 大下国 贺连伯伯那统案城 多结实啊 你想 当时那工匠 完成活之后 赫林伯伯得让人拿着锥子去试 这锥子要扎进城墙有一寸 干活的就全得死啊 那城不结实吗 但是我带着人 就把大下灭了 所以 在德不在险 其在城也 你修那城池有什么用啊 听察精敏 下无遁情 赏不为鉴 罚不避贵 他很了解底下大臣们 什么人 什么人 什么样 不遜私情 不说因为你身份低贱 你有了功 我就不赏你 也不说你是因为贵族 犯了错 我就不罚你 所以 虽所慎爱之人 终无宽甲 多宠爱你 只要你错了 他也依法办事 然性残忍 然而这位太武帝 杀人杀太多了 累于杀戮 往往以杀而复毁之 这句太对了 杀完就后悔 您就拿他这儿子 太子拓跋晃来说吧 刚被他逼死 他就天天哭 一代雄主拓跋涛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被亲信太监带着人 暗杀在永安宫 时光打这儿 再留走二十年 拓跋涛的后人 有一位叫拓跋红的 继位为北魏国君 他全面汉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最大程度的 加速了中华民族的 大融合 奠定了以后 隋唐盛世的牢固基础 而以纯重胡人 进驻中原的鲜卑族 从那一刻开始 无论是从相貌 还是到文化 都融合并消失在 中华大家庭滚滚的血脉之中了 这是后文书暂且不表 说完了北魏 这位不可一世的 拓跋涛大帝 南边怎么样了 和南边也够乱的 南朝刘宋政权 已经走到尾声了 前面咱们提过 那位后废帝 刘豫手下的大将 萧道成 早就看不惯 刘豫他的为人了 派人把刘豫暗杀之后 又服力了一个小皇帝 就那宋顺帝 这宋顺帝 刘准没待几天 这皇位还没坐热乎呢 就准备善让了 这就是一个过程啊 他把皇位善让 给了萧道成 有一句话 留给后世 让人听完心中悲哀呀 善让的时候 刘准躲在那佛堂的宝盖 下边不肯出来 你想十岁的孩子 他那胆子当然小了 萧道成派人 用车去接这小皇帝 老半天小皇帝 才打那宝盖里 就爬出来 问能不能不杀我呀 接他这大将说 怎么要杀您呢 您祖先早些年 取代司马仕天下 不也是靠着善让吗 你别多想了 把你接到别的宫殿 去住 离开这就行了 连孔带骗吧 这孩子骗上车了 刘准一边上车 一边哭啊 远后世 勿再生于帝王之家 哎呦 这孩子这一句话 说的那大将都快哭了 是啊 如果有来生 别再让我成为帝王家的子弟 这孩子一句同真之语 说的多少成年人 伤心落泪 后世多少史学家 独自此处 无不感慨啊 就这刘准怎么样 最后也被肖道成杀了 肖道成杀这小孩子 够残忍的 他在位四年 改宋为齐 建立齐国 他只做了四年皇帝 他就死了 不过这四年呢 他倒有一些功绩 肖齐带刘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是一种进步啊 因为齐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比这刘宋的后期要好 肖道成即位之后 就向那位学问渊博的刘桓先生 请教治国经验教训 刘桓说 凡是造成宋朝灭亡 陛下得天下的 全是经验教训 陛下如果能够以前车之父为戒 虽微也可转安 如重蹈 刘宋灭亡的父者 虽安也必将灭亡 小道成感叹的点点头 儒者之眼 万事之宝也 你们这些儒生说的太对了 他马上命群臣 畅谈时政之得失 淮南郡宣城郡 这两个郡的太守 叫刘善明 刘善明说 请清除宋孝武帝以来 科繁条文 崇尚简易 别人弄不得形式主义 焦州一带 地区偏远 刘宋末期科政 曾经激起百姓的叛反 现在应代以恩德 不要再发兵争讨了 萧道成接受了意见 几时黄门郎 崔祖恩也发表看法 说不懂祸乱发生之根源 是因为无人钻研 得有人去教 去总结 应开办文武学校 令原外官入学 成绩优异者 给予官职 列者送回老家不用 这就有了考核制度 会计太守萧子良 他的看法是 过去朝廷多派台使 去争督物资啊 出使者作为作福 英私舞弊 引起种种矛盾 应该废止 朝廷有需征办 下诏 规定期限就可以 不必派人下去 去科蒙拐骗 这萧道成也改了 还有一位原外散其郎 叫刘思孝 他说宋大明年以来 大明年是一个年号啊 说到那时候开始 经济凋敝 朝廷贫弱 小民困苦 而那些贵族呢 互相攀比生活奢侈 应制定新法 改革前朝之弊 对于大臣们提出的 许多意见和建议 只要是正确的 萧道成都认真听取 交付有私 去马上执行 为了改变奢侈的风气 萧道成在继位前一年 就上表要求禁止民间的奢侈装饰 有十七条 比如说 不得以金银为薄 不得以金银 度马鞍马凳这种成俱 不得织绣裙 不得着锦缕 穿那上等断面的鞋都不行 不得捡彩帽为杂花 不得以铃子做杂服饰 那铃子就得专步专用 随随便便做衣服可不行 不得用彩帽做屏障 不得私做气障 不得以七宝试乐器 七种宝贝得哪瞎挂了瞎刻 那可不行 不得住金铜为相 不得以金银为事物等等吧 这够苛刻的了 戴耳环戴钻戒 这都有死罪了 孝道成个人也很节俭 他的衣帽裤中 存有一种头上装饰用的预制品 叫预导啊 孝道成认为 这预导不能用 对节俭不利啊 命上把他给我砸碎了 这晃晃了 反正他倒是以身作则啊 同时他还检查了很多 没有实用价值的奇特物件 只要是名贵的 不实用的 他得有专人去处理 该存的存 该废的废 他在跟手下聊天的时候说 我孝道成若能治理天下十年 我要改改风气 我让老百姓知道 黄金与泥土同价 让他们俩没有区分 这是孝道成的一个政治理想吧 有人曾经颂扬 孝道成的德政 说风俗败坏已二十余年 但是呢 他却尽力要使之改变 但是圣人治理天下 也需要好的帮手 唯独这孝道成 大概是没有几位得力的助手啊 但是他的努力 有助于改变荒淫奢侈的社会风气 在战乱时期的南北朝 毕竟这样的皇帝不多见 在当时 中国古代的山川林泽 一向归国家所有 但东晋南朝以来 世家大族通过凿山 郡湖 把一些山林川泽 开辟为私人庄园 这样的国家掌握的土地 就越来越少了 劳动者就失去了打柴 捕鱼 种地等等自由 最后只能投身 依靠这些世家大族 卖身为奴啊 孝道成在位的时候 就明确规定 皇室成员不得风山沾水 你们带做表率 皇室都这么节俭了 那其他的世家大族跟贵族 也都见好就收 不敢违犯纲纪 限制世家大族的另一个措施 就是改变留宋以来 户口混乱的状况 孝道成 命手下专门的官员去检查户口 以原家27年户口为标准 确定可以免疫的户口 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服劳役 防止假冒 这对增加国库收入 也起到了很大的功用 可毕竟 孝道成的皇帝 实在年头做的太短 你看他要多活几年 兴许还能有所改变 四年之后 56岁的孝道成 因病而亡 依照中他说 我本不依宿族 我不是大夫人家 没想到我当了皇帝 我死后 你们侍奉太子 要像对我一样 让太子委任贤才 崇尚节俭 孝道成死后 他的长子孝则继位 就是那位齐氏族 五皇帝 齐五弟 孝则在位12年 54岁时候 也死了 传位给皇太孙 叫萧昭叶 萧昭叶继位的时候 你别看是皇太孙 已经20岁了 改元龙昌 这一年是公元494年 这萧昭叶 史书说他眉目如画 容纸眉雅 写的一首好历书 人长得漂亮 书法也好 但这跟当皇帝 有什么关系啊 齐五弟 萧泽 曾经最喜欢这个孙子 所以他自小 就由他二叔 敬陵王萧子良 指定抚养 那被交惯坏了 敬陵王萧子良 镇守在西州 少年时代的这位太孙 萧昭叶 跟着他二叔 也问了西州了 因为没人管教 他跟左右的 无赖二十几个人 衣食饮酒 皆在一处 天天嬉笑无度 他的妻子何飞 也是个轻薄女子 这位何飞 跟萧赵叶的几个哥们们 也之间似通油然 萧赵叶也不往心里去 后来敬陵王萧子良 进京城 萧赵叶一个人留在西州 更加胆大妄为了 天天他到各个营房去 天天到外边溜达 找那大户人家要钱 这可是皇太孙 谁敢说不给 要多少就得给多少 他带着好些无赖 这些无赖哥们们 跟他那夫人之间 怎么回事 他知道吗 还知道也不革心 没女友的事 而且还给这些哥们发钱 你看钱来的方便 倒打一张嘴 那就哗啦哗啦的给 他为了给这些无赖们赏钱 就经常去勒索高官 勒索大户人家 尤其那些大户人家 有钱的怕有权的 他要钱就得给 凭什么给你呀 他也有理由 我给你们封官呐 将来我继位了 你想当什么官 我要写下来 我给你留个条 好打白条 打那会儿就开始许官呐 把那黄纸早就准备好了 黄纸 黄家御用啊 那黄色呀 写完了代表庄重 其实他早都忘了 写完钱一拿 给人留张纸条 他走呢 反正跟人说的挺好 将来我登基 马上就认命你 多荒唐啊 齐武帝和齐文会太子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齐文会太子 就是萧昭叶的父亲 尤其那文会太子 就是齐武帝萧泽的儿子 他比他父亲死得早 要不怎么最后 让太孙继位呢 萧赵叶都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当皇帝了 至于这个萧赵叶 平时品行怎么样 您想吧 教他那老师 王管是多大的官职 最后被这个 黄太孙给气的呀 有两个七多岁的老先生 都自杀了 为什么 教成这样治罪 也得掉脑袋 别等治罪 自尽多好啊 还给家人免货 可架不住 这老皇帝萧泽 齐武帝对这孙子太宠爱了 要钱就给 别人拦他拦不住 但是有人心细 发现这皇太孙萧昭叶啊 不怎么样 为什么呢 他父亲死的时候 现在文会太子病重 他没到跟前去行校啊 快咽气的时候 他来了 进门就哭啊 您别忘了 史书说这萧昭叶是一美男子 大概也具有一种演员的天赋 他一点也不心疼他爹 但是进门这也哭 好嘛 惊天地气鬼神 哭得他爸爸更想咽气了 心里边太难过了 他这一边哭一边喊 旁边那些官员呢 随事的徒人呢 工人呢都感觉到很受感动 可是时间一长就发现不对头 哭完一出去 一擦眼泪 他转脸就笑了 嘿 假的呀 他们知道是假的 老皇帝齐武帝肖泽不知道 肖泽一看 这皇太孙如此孝顺 哎 让人感慨呀 我的儿子要是多活几年 就能得到这皇太孙的孝顺 可惜命苦啊 实际呢 皇太孙萧昭叶一回到自己的住处 是欢笑畅饮 大吃大喝 晚上还跳舞 他不折腾到天亮 他不算完 方才声乐俱下 早就一扫而过了 可以说 这是一个从小 就很做作 很矫情的这么一个人 敢等到他的父亲文会太子 丧事办完之后 肖赵也正式被立为皇太孙 移居到东宫 按照太子的规矩 去进行生活 接受教育 他的爷爷齐武帝 多次来探视 只要爷爷一来 他往那一跪 先哭 没爹的孩子 这哭声啊 更没打动人 尤其打动他亲爷爷 又两次哭着 哭着一翻白眼 背过气去了 哎呦 我齐武帝吓得 连忙亲自下龙眼 把这孙子抱在怀中 拿自己的腿 就当那枕头先给他垫着 妈的前胸呼唤孙儿醒来 其实孙儿清醒着呢 过一会儿那白眼不翻了 醒过来接着哭 哎呦 西武帝一看这也太孝顺了 没爹的孩子真可怜啊 下定决心位置就给他留着了 没多久 齐武帝肖泽也病了 肖昭夜可高兴了 连忙找哥们托朋友 快 把那巫婆给我找来 有一位特别灵验的巫婆 俗家姓杨 这杨氏巫婆 被这皇太孙招来 哪旁吩咐啊 哎呀 你能不能通过法术 让我爷爷早点升天堂 这是什么孙子呀 叫这孙子说这话 这巫婆 还真照办 好家伙 这巫婆杨氏 认认真真的 做了几堂大法师 也不是真灵验 还是敢寸了 这齐武帝肖泽 病得更重了 肖昭夜这高兴 连忙给妻子和氏 要写了一封信 上面写一个大喜字 周围绕以三十六个小喜字 那意思 我马上就登基了 就在他接大欢喜的时候 突然宫中来人报信 赶快进宫吧 陛下不行了 肖昭夜一想 我得赶快 这是关键时刻 这戏呀 我还得接着演